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耀 我們現在打一下六瘋王的齋惡級 那這邊的話就帶大家用木妖黑金打擊來通關 附隊的話幫我選落打椅 那稍微講一下腐化 這邊的話我有四顆帶好帶滿啦 你如果沒辦法的話 其實是可以拔掉一顆的 這個隊伍拔掉一顆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那如果再真的不行 沒有辦法做到兩顆的話 你可以等復刻再打 瘋王的復刻頻率 齋惡瘋王的復刻頻率很高啦 每個月都在出 你可以等之後你變強一點 或者是有能力多做一點腐化 的時候再打 打起來也比較舒服齁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 還有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沒看清楚的地方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齁 來 第一關 這一隊可以一次三成就 打起來也算蠻舒服的 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翡翠打開 那就直接去轉就好了 這邊的話不用轉太高combo啦 因為八康那隻是也不會追打 不用太擔心齁 我們就先去把左右兩隻處理掉 那處理掉之後呢 我們就是一康一康送給他 就稍微偷一下回合啦 這邊你只要隨便一組屬性豬都回得滿滿滿 所以也不用擔心齁 來 這邊再一次 好 那這邊轉之前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版面 如果你的版面是不到八康的 你可以先把死車局開下去是沒有關係 但是我建議不要啦 建議不要 你要開的話可以開打擊的一消 還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你如果有把握轉到八康的話 這邊的話就直接轉齁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七康 那這邊一樣我們就直接轉就好 這個還比剛剛的八康簡單齁 你如果沒有一波帶走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他 雖然會每回合加combo 可是進關的話他是CD2 你一波沒帶走的話他不會馬上增加齁 他會等到CD1的時候才會 打你之後才會增加啦 所以等於說你兩回合都只要轉七康就好 那這一隻的話不是血特別厚 是因為他的那個 剋屬以外傷害剩10%齁 那剋屬的話就是暗嘛 可是暗成員又沒辦法進關 所以這邊的話 打起來會有點小硬是正常的啦 來 接著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呢 要消五組一樣的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先開先諾德 把三屬其中一種禁掉 好 那我這邊點水好了 好 然後接著把翡翠關掉 這邊是造強化出來 好 他關掉之後記得再把他打開 好 那最後就是開死車局 這邊我有稍微幫大家測試一下 基本上一定會變成版面上這個樣子 就是光星特別多 那我們就是用光星來湊五種 這樣子就好了齁 好 那你要其他珠子你要疊或是幹嘛都可以 好 總之不要手銷到就對了齁 好 那這邊就去銷五組一樣的 來 OK 這邊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二血的話 這邊的話是灼熱地 那這個灼熱地的話其實 打擊也不怕啦 防禦99% 不過要注意的一個點就是 你如果沒有一波帶走的話 相對也會很危險 所以你如果怕傷害不夠 你這邊可以再補一個洛達椅下去 沒關係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你如果被他打過來 你會剩下一滴血 那防禦灼熱99% 是很OP 沒錯 可是如果你只剩一滴血 你被灼熱炸還是會死啊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傷害齁 來 接著是弓錢加五屬牆 那這邊因為我們剛有開禁珠 所以這邊現在不會有 五屬牆給你齁 我們就稍微去綠一下版面 好 那你看這邊五屬珠子都有了之後 我們就把打擊這個無視弓錢打開 然後開輪迴的這一張去轉成強化 那轉成強化之後 我們就是去把五屬牆符合 這樣子就好了 那記得喔 你是場上有五屬牆才去做這個動作 你不要 記得你是場上有五屬才去做這個動作 你不要場上沒有五屬去做這個動作齁 好 那就留一顆加護珠下來 然後去轉到五屬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的話稍微講一下 這邊是不能手銷到那個暗珠啊 你如果覺得暗珠有點太多 你可以先把他放到左右下角 那要注意喔 因為這邊嚕過去會變問號啊 所以你在轉的時候記得看清楚一點再轉齁 好 來 這邊是25%盾 我們就慢慢打掉他就好 那一樣 你不用擔心回血的問題 就像我剛說的 其實你只要一組屬性珠就回的滿滿滿了 所以也不用擔心 好 來 這邊就25%慢慢去把他鎚掉喔 欸 如果某一回合暗珠真的有點太多了 你要用死車局去把他炸掉行不行 當然也可以齁 好 總之這邊我們就不要去消到暗 好 好 這邊把右邊的破壞掉了齁 所以等一下勢必要炸板一下下了 好 那這邊的話你也可以用仙諾德 去把那個暗珠禁掉 都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利用 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的話 因為是最後一回合 所以我就單純翡翠 做一個關開 然後不要去消到暗 這樣就好了 這個 也太討厭了吧 好 OK 這邊就直接錘過去齁 來 接著就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的話是七康 然後有一個那個 脹氣啊 好 這邊的話七康我們就用死車局去 加康就好了 好 這邊就稍微去轉一下下 不用怕傷害不夠 基本上你有翡翠常駐的狀態下齁 如果你開其他招傷害還不夠 那 真的 打擊要檢討了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用仙諾德去把新珠炸掉 然後這邊的話開打擊的一消 然後直接空轉就好了 這邊是手銷滿板盾齁 對 阿你如果剛剛啊 招式都開完的話 在暗珠那一關都開完怎麼辦 你就在這一隻的一血洗 這一隻的一血雖然要七康 可是他的七康一樣是不會追打版本 你就隨便 屬性珠一康一康送給他 都沒問題喔 好 來 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手銷全光跟全暗 那你要打哪一隻都可以 反正你要打其中一隻的話 你就是先不要去銷到另一隻不要的珠子 就假設說你要處理全光 那你就不要銷到暗 你要處理全暗 那你就不要銷到光 好 來 然後剩下這一隻 你讓他的能力繼承沒關係 這邊打過來 打擊都可以幫你更新 那就一樣 我們一康一康 稍微把技能偷回來齁 你就看到死車局有跳回來 其實就可以了啦 好 來 這邊的話死車局差1 OK 那我們這邊就去手銷全部的暗珠 然後不要銷到光 這樣子就好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第八關齁 第八關這邊進光會碎你 好 那但是這邊的話 我們要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翡翠關掉 因為二血有復銷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只要去轉隊combo 不不不不 數字啦 轉隊數字 他就不會打你齁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 直接去轉18顆 好 當然進光不一定是18啦 好 就看你遇到幾顆齁 我這邊是遇到18 好 對 轉隊他是不會打你的齁 所以你不用擔心 來 22 5 好 他這一隊有閉眼轉珠秒數啦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 那個 秒數不夠的問題齁 好 OK 有盡力去轉 有失誤的話可以補龍顆沒關係齁 好 來 這邊帶走之後呢 復銷我們就是把那個 翡翠再補回來 那這邊場上你如果有5顆光珠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把它轉成強化 然後拼圖拼進去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齁 好 阿記得不要手銷到暗齁 因為這隻的話是反手銷暗齁 然後把光牆拼進去 你如果有把它轉屬的話 記得是去轉那個 欸 不過他好像也無法控制齁 好 沒關係講一下 他是克屬強化拼圖 所以如果你有轉屬的話 要稍微注意 好 來 接著第9關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做 就是先把洛達椅打開 好 那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把死車局打開做一個加康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符合紅綠燈條件就好了 這邊是9康啦 啊 那個死車局都已經幫你加8康上去了齁 除非你去空轉 不然你只要轉到紅綠燈 基本上都可以達成9康條件 不用擔心 OK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1 那王1這邊的話呢 要手銷全部的暗 這邊的話我們稍微偷一下回合數齁 就是把那個橘哥偷回來 因為等下3血的時候還要再用一次齁 那邊是10康版本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屬性珠 一康一康送給他 都沒問題 好 來 這邊的話 等一下是手銷全部的暗珠齁 好 那你看到橘哥剩下2的時候 就可以準備進關了齁 對 現在就剛好是剩下2 那我們去手銷到全部的暗 那就沒有問題啦 好 這邊打擊也不怕燒 所以我們就直接轉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 暗就算這一回合沒有把他帶走 也沒差 反正他打不死你 我剛剛都已經幫大家示範過了齁 好 來 手銷全部的暗 他是越攻越強啦 你不要讓他超過那個6下打過來 就好了齁 好 來 接著這邊是攻前盾 然後不能手銷暗 我們就開打擊 去無視這個攻前 然後不要去銷到暗珠 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邊一樣 你就稍微去疊一下下 OK 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 對啊 其實如果你剛剛沒有洗的話 你這邊要用打擊去超過10康 也是可以 完全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處理齁 然後這一回合轉完的時候 我們要去把龍刻打開 原因昨天有跟大家講過了 這邊的話就是 扣你血的100 那你可能會想說 這邊的話不能用那個什麼去擋嗎 就是 無視無視減傷去擋 其實也是可以啦 就是那一隻黃泉嘛 或者是 木天選的洛達椅 那考量到可能很多人沒有黃泉 那時候 天選也是 就是 各種說服自己不抽 所以我這邊也沒有用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我這邊也沒有用這樣子的方法 我就是用龍刻去延遲他 好 比較單純一點點 好 OK 來 最後25% 這邊的話就是去轉隊六康就好 欸 阿你這邊如果沒有辦法轉隊六康齁 就趕快去黑科技啦 兩回合內有轉到就好了 1 2 3 4 5 6 好 那這邊是越扣越強 初始只有扣50%而已齁 好啦 那最後就來到王冠這邊 光暗星牆 銅等盾齁 這邊的話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所以這邊的話我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先開先諾德 然後去把其中一種珠子禁掉 看你是要禁 呃 水火木啦 水火木其中一種禁掉 那我們就一樣禁水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補這一個 雖然弱轉無效 但是它有一個增傷效果 而且如果你沒一波帶走 至少它也會掉強化珠下來齁 這邊先補 然後接著就是把翡翠關掉 這樣子就有一個強化珠 然後接著再把它打開 然後落打椅最後補下去 做一個增傷齁 好 那這邊的話你記得看清楚你要轉幾組 你如果要轉個二的話 那就小心不要密失掉齁 那我這邊的話就真的轉個個二好了 好 阿你剩下要疊珠或是幹嘛都可以 但是就記得不要手銷到就對了齁 好 OK 這邊有轉到連擊同等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齁 阿如果沒有一波帶走的話 就是第二波再接再厲 因為我剛剛有講 掉下來還會是強化珠 你可以再用第二波去把它帶走齁 好啦 以上這邊的話就是打擊通關這個六風災惡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一次三成就齁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